整個疫情過後呢 北京的經濟趨勢發展方向 確實是越來越社會主義化 那這裡頭有好幾個指標 首先第一個指標是 美國總統大選的時候 螞蟻金服這個史上最大的 赴美國IPO案直接喊咖 那緊接著而來的指標 現在在關加密貨幣 然後呢下架滴滴打車 這個也是網路市場大地震 是我們知道那個滴滴出行 這個APP是中國最大的轎車平台 然後在6月30號 他們到美國去上市 那隔一天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黨慶 然後再過了幾天呢 中國政府就宣布 要把那個滴滴出行的APP給下架 然後在昨天呢 就是那個滴滴出行的那個股價 就馬上跌了將近20% 那事實上跌了20% 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它這個APP只是被下架 但是如果我之前我已經把這個滴滴出行的APP 下載在我的手機上的話 還是可以繼續使用的 OK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啊 這個可能是中國政府對於滴滴出行的一個警告而已 好 那中國政府把滴滴出行這個APP下架的那個正式的理由是說它違法收集個資 可是我們業內人士看到這個新聞呢 都覺得說這個都在笑 為什麼呢 因為在中國哪有哪一個APP不收集個資的 通通是在收集個資 所以顯然這不是真正的理由 那一定是滴滴出行 他惹怒了中國政府 對 那現在大家就要猜 那基本上猜的那個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說因為滴滴出行他掌握了大數據 那這個可能涉及中國的國安 OK 那第二個原因呢是因為滴滴實在是太囂張了 在全中國他的風評現在很壞 所以中國政府想可能想趁機修理他一下 那第三個原因呢是什麼 是因為中國也想跟美國脫鉤 他不希望中國的企業以後再去美國上市了 好 那我們第一個就講 等一下 那有沒有可能滴滴打車背後的金主 在美國發大財撈大錢的是反黨集團來著 是 有可能 對啊 那這股價一跌反黨集團的金庫立刻被追殺被砍 對 OK 不過他們那個主要的股東 就是現在執行長是柳傳志的女兒嘛 就是聯想那個老闆柳傳志的女兒 紅二代並不等於都挺襲 是沒有錯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講 很多人在講說 因為滴滴打車他掌握了大數據 那可能涉及中國的國安 那怎麼講呢 就是說因為全中國現在 幾乎所有人在那個做出租車 就是台灣的計程車 的時候都幾乎都是用滴滴打車這個APP 所以他可以知道幾乎全中國每一個人 他每天的行蹤在哪裡 你知道說你到哪裡 可是呢話又說回來呢 就是說真正有錢人真正重要的人呢 他不會去打車 所以他收集到這個數據其實也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因為有些人講說因為可以透過這個大數據的分析 去分析說中國的哪些地方是很可疑的 可能是一個軍事要地 因為附近都沒有出租車 那中國大陸也有人在講這個事情 但是我個人是認為說那個滴滴他去把他這個大數據 這些資料交給美國政府的機率非常小 因為他沒事不可能做這個事情 而且滴滴的所有伺服器都是在中國大陸 所以這個事情我是認為是不太可能的 那第二個原因是大家在猜就是說滴滴實在太囂張了 因為滴滴打車他一開始呢 他是以補貼的方式來取得用戶的 在多年前就是滴滴打車剛開始的時候 我如果到中國大陸去出差 然後坐出租車 然後要下車的時候 那個司機就會跟我講說 先生你可不可以用那個滴滴轉帳給我 我說為什麼 他說譬如說那個我的車資是20塊人民幣 那我打了20塊人民幣給他以後 他事實上可以收到25塊人民幣 多出來的5塊錢是滴滴打車給他的 可是每個中國創新網路獨角獸都這樣子幹啊 對 都是靠補貼先搶市場然後就獨大啊 是那那時候有多瘋狂啊 因為你每一全中國有多少的出租車在用滴滴打車 然後每一個人在用他的APP的時候 他就補助5塊人民幣 那是非常非常大量的金錢 然後等到滴滴打車他獲得了獨佔地位以後呢 你現在在中國大陸 你如果是一個出租車司機 然後你不用滴滴打車的軟體的話 你基本上沒有客人 那全中國有超過1300萬台出租車的師傅 是在使用滴滴打車 那更慘的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搭車的人 現在在中國的各大城市本來就很難叫出租車了 你不用滴滴打車的那個APP 你根本就叫不到車 那我有很多朋友在中國就有那種什麼在雨中等了兩個小時的那個經驗 那現在呢就是大家覺得說那個滴滴打車最可惡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說譬如說今天下雨了 客人很少的時候他這時候應該說50塊要給出租車司機的時候他又讓他又只給那出租車司機20塊 其他30塊他也是那個滴滴打車的拿走了 所以這一次中國政府在把滴滴這個APP下架的時候全中國是一片叫好 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家公司實在太可惡了 好那第三個原因就是說更有趣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之前都覺得說那個中國的企業到美國上市是中國占了美國的便宜 所以美國政府很不滿 那現在我們發現說其實可能中國政府也很不滿 那關鍵點是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查账的問題 第二個是誰把錢賺走的問題 首先來講說查账的問題 等等喔 對 在美國掛牌上市最大的案例喔 簡單來講像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馬雲的很大的財富是IPO來的 蔡崇信出身台灣 如今會號稱蔡信的首富之一 那主要的原因也是阿里巴巴當年的持股 可是沒有IPO他怎麼變現拿來的持股 所以政府不滿合理 但是滴滴打車的股東發大財啊 是沒有錯 股東發大財不等於政府發大財嗎 沒錯沒錯 剛剛看到拜登也想要追稅嘛 現在看起來習近平也想要要錢嘛 是所以我們以前都有一種錯誤的感覺說啊 中國政府很希望這些中國的企業去美國去撈錢 那對整個中國是好的 結果沒想到說那個現在是那個 那個中國政府也很不滿意喔 那一個原因就是說那個查賬的問題喔 那依照中國政府現在的法律喔 就是說中國企業即使到美國上市 他也不能把他的財務的詳細資料提供給美國的會計師 或者美國的政府 否則的話你就是洩漏國家機敏就被抓去關 然後在歐巴馬當總統的時代呢 美國政府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說好 那那個中國的企業到美國上市就網看一面 可是到了川普的時代呢 就變成說那個美國現在又立法 就是說如果你不把這個財務透明的話 那那個你就必須在美國下市 然後這個事情就是反正雙方就有爭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說這錢誰賺走的問題 那最後就是錢都進到那個 那個企業家的手裡 那這些人是資本家 然後又剛好選擇在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的時候 發大財 發大財 而且前台資本家搞不好是白手套 搞不好是人頭 對 後面搞不好是大咖的政治人物 是一般一般都是這麼認為 那我們之前在節目中有沒有講過 就是中國企業的那個鏈金數 就是說到中國去 到中國企業到美國去上市 那騙的那個不要講騙了 就撈了很多錢 那其中最大的關鍵就在於查帳 那現在查帳的這個事情鬧得不可開交 然後最有趣的就是什麼 中國政府看起來他也想跟美國脫鉤 所以這個事實上這個訊號如果是真的話 那就是代表說未來的世界真的會變成說 世界分成兩邊牆裡跟牆外 中國以內跟中國以外 這是世界上非常非常大的變革 好我們稍後回來